嗨大家好我是君主 那自從上支影片提到這個替換自訂瞄具 就很多觀眾開始在提問說這個自訂瞄具該怎麼安裝 這支影片就提供給各位如何去安裝自訂瞄具 也順便教各位如何去安裝自己喜歡的這個自訂圖裝 因為兩個安裝的方式清洗挺大功小異的 那麼先從啟動遊戲的方式開始說起 啟動遊戲的方法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我們大家常用的這個Steam 另外一種則是用我們這個該君官方的啟動器去啟動這個遊戲 那兩個我們主要的目標都是找到他們的根目錄資料夾 那Steam版如何找出遊戲的根目錄資料夾呢 首先來到這兒我們找到這個Warsunder 然後點擊你的右鍵 在管理這裡面有一個遊覽本機檔案點下去 它就會跳到你的根目錄資料夾來 那官方的啟動器則是在你這個桌面的圖示 點一下右鍵 然後上面有一個開啟檔案的位置 點下去它就會跳到你這個遊戲的根目錄資料夾來了 跳進去根目錄裡面之後啊 你大概會看到像是這樣子的畫面 目前是還沒有安裝任何自訂檔案的一個乾淨的資料夾 安裝自訂秒據我們需要出去創建一個資料夾 去安放我們下載後的這個資料檔案 也需要讓遊戲去做一個讀取 這裡有兩種方法去建立這個檔案的資料夾 一是直接在這個根目錄裡面 我們直接創一個叫做 UserScience的資料夾 另外一個是我們直接在遊戲裡面 在這個設定 通用戰鬥的設定當中 打開使用自訂一秒據的選項 然後點增加秒據 把這個UserScience的資料夾 就會直接在根目錄裡面生成啦 然後我們到網上去搜尋WT-Life 雙方的列表選擇Science 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瞄據啦 如果找不到的話 可以試試旁邊的搜尋欄 打上自己想要的自訂瞄據的載據名稱 然後點進去 右下角有一個下載 等它下載完畢之後 打開壓縮資料夾來 然後把裡面的資料夾 拉到剛剛創建的這個 UserScience資料夾就可以拉 自訂圖中也是 我們可以選擇 直接在根目錄裡面 創建UserSkins的資料夾 也可以在遊戲裡 點選你現有的載據 打開外觀定制 在自訂圖中的部分 點選最右邊的魔術棒 它就會生成一個 UserSkin的資料夾啦 一樣到WT Live 點選上方的 Camouflage 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圖裝啦 找不到一樣可以到旁邊的搜尋欄 搜尋你想要的載據 然後點開來 點擊下載 打開壓縮資料夾 把資料夾丟進UserSkins就完成啦 以上就是安裝的小雕學 如果還有不清楚 或者是有問題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再慢慢的教你們 或者是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也不要忘記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來接受我更多的新的影片通知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